禀娘娘 韩大人府上來人 說是韓夫人心疼病犯了 要韩大人回去 既如此 臣就先告退了 是否嚴重 如果有需要的話 朕可以派御醫 隨你回府上一趟 臣也略懂醫術 無德大礙 況且 臣氣的身體 臣自己心裡清楚 無需勞煩御醫 真是的 每次你留韓大人奏對 韓夫人就緊趕慢趕地 派人來叫回去 哪有那麼巧啊 每次都發病 這也太明顯了吧 隨她去吧 朕問心無愧 大人 大人 這位就是給夫人找的大夫吧 是 夫人現在怎麼樣了 大人放心 夫人吃了我這副藥 保準來年 一舉得難 大夫請 周官吃藥 虛官身穢菩薩 保佑心女 稍後 請 仍後 不需要 如果由她 但讓她 夫人 相公 你回来了 夫人 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为何又请那来历不明的游衣上门治病 这些年来 这些游衣 除了拿走你的钱财之外 他们的药何时走效果 可你看看你 你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如果能有孩子 多少苦我都愿意受 夫人 倘若 你我命里没有 我看 我们也就不必强求了吧 倒是你的身体 这才是最重要的 相公 你拿个妾吧 寒家的香火 总是要有人传承的 我家中兄弟众多 也都已经有子女 拿妾之事 我看你就不必再提了 你不肯拿妾 到底是为了我 还是为了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心里 若不是念着她 她的心里若没有你 为什么人人都瞎吵了 偏你被留下揍对 皇宫本就是人来人往 我与皇后商议的都是正事 况且 师房 贤士大人时而也在场 你担心的实数自虚无忧 相公 我知道 我这样平平装病叫你回来 让你觉得难堪 让你觉得讨厌 可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做这样的事情 像一个小肚鸡肠的五指蠢腹一般 夫人 不必再说了 不 我要说 我是真的害怕 你推行这种心中 削弱了部族和宗室的权力 你得得罪多少人呀 你忘记了 你是为何离开上京去幽州的吗 主上岂能容下 一个曾经跟皇后定过亲的人 她一向心思深沉 对于过去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放下 现在 她需要你替她做事情 替她去得罪人 所以才暂且忍难 你每和皇后多说一句话 就是在她的心上扎刀子 在将来 你若失去了用处 她岂能让你活下去 为你沉寂了眼语 最怕回眸来入心 只愿我相思难相继 谁又能持我追悉 谁又能持我追悉 注定没你的结局 隐屁 隐居天地 谁又能持我